从董小姐的年龄来看 她应该是一个石油体系家族的第三代 但不属于特别高的权贵家族 我们之前总是关注那些顶层权贵 像什么红三代、官三代 事实上中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中号、小号的特权三代 比如什么三代银行人、三代电信人、三代电力人、三代铁路人、三代烟草人 那董思锦呢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可以把他们总称为央企三代 有一个叫亮剑的公众号 总结了近年官媒上出现的种种和三代有关的报道 比如央视网在2018年就出过一篇报道 叫做《由三代血液里流淌的石油情缘》 沈阳铁路局的微博在2022年还发表过一篇文章 叫做《一家三代出了21个铁路人》 你看厉害吧 河南日报在2022年出过一篇文章 叫做《三代烟草人的传承与守望》 当然中国社会要往下处的话 还有其他各种三代 像农民工三代、摆地摊三代、登三轮车三代 如果时间够长的话还会有送外卖第三代 每一个三代之间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 每一层铁壁所分隔开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风光 墙壁一侧的那个起点很可能是另一侧的天花板 你就看看董思锦晒的那些奢侈品 其他三代们是不是只能看从来就没碰过的 那这种阶层固化之严重得归功于每一个势力圈子 这几十年都发展出了独立的生态 都能够实现完美的内循环 隔绝圈外的人渗透进来 比如石油、银行、铁路、电力等等央企 他有子弟、小学、中学 还有和他关联度非常高的大学 这些三代们从小就走在接班人的道路上 招聘严重的人情化 在这个圈子里你帮我的忙 我才能帮你的忙 得礼尚往来 因为从七十年代末期起 中国城市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 所以这些央企三代们几乎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个个都是家里的命根子 所以只要第一代和第二代能够混到一点植物 在这个体系里积攒一点影响力 那几乎都能够保证这些三代 能够进入爷爷奶奶辈所生活战斗的领域 一代二代们彼此联姻 又铺就了很广的关系吧 所以从政府的部到央企 再到周边产业的二三板块的子公司们 再到子弟中学和大学们 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B循环 筑起了一道血缘的高墙 把不具备血缘的人挡在了外面 董小姐那篇透露新生的帖子 让我突然意识到 中国社会原来 仍然是一个高度血缘化的社会 总的来说在中国历史上 都没有形成财富领域的血缘壁垒 只是在当官这件事情上有 在南北朝时期比较严重 而当今的种种三代现象 扩展到了经济领域 它是资本主义和血缘政治相混合的一个产物 在历史中极为罕见 算是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 很奇怪的是 印度的现代化是在走出种姓制度 而中国的现代化呢 却是在走回种姓制度 这在历史上确实是非常奇葩的一个现象 算是千年不遇的一个奇景吧 观看完整节目 请加入文昭谈谷论金的会员 您需要使用Visa或者是Mastercard 加入方式是在浏览器上输入文昭.ca 进入主页之后会有加入会员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有步骤提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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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